好当我们插入Arduino的板子之后 我们在电脑里面的装置管理员 管理 装置管理员里面会找到一个无法辨识的装置 这是因为你的驱动程式还没装 那怎么办 点两下 驱动程式更新驱动程式 浏览电脑上面的驱动程式 那我们事先已经在 我们的下载区里面已经把Arduino ID1.6.12这个版本下载下来 至于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浏览器上你只要输入 Arduino就可以了 好选择它的官网 这边有下载 下载这边有 Windows Install跟Zip 我是习惯用Zip的档 Zip它只要解压缩之后都可以带着手可以用 这个可以直接装在电脑上面 好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直接点选Drive这个地方就好 电脑它会自己去搜寻适合它的 好确定 按下一步 然后它问你它找到这个装置是我要装 你要永远新人来自这个 直接装 那驱动程式会装完 那在安装的过程里面 顺便告诉大家如何确定你的电脑的作业系统的版本 好它已经装完了 好这个这样子它就找到了你的 Arduino这一块板子的 驱动程式 好你的电脑作业系统 是属哪一种 在电脑上按右键选内容 好往下看 这边 系统64微元的作业系统 有时候你的作业系统可能是32微元 Windows有两种作业系统 那现在新的版本都会是64微元系统 那稍微早一点的它可能会是32微元系统 好这样子就已经装完了我们的 Arduino的 Driver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位置是在COM3 这个要记住 后面我们的上课或许会都会用到你要知道你的Arduino设备在哪一个 位置 它是COM3这个位置